今天帶大家來聊聊 進一步的認識柯文哲 剛才告訴大家 他可是人生勝利組 念的是台大醫科第一名的畢業 真的是不得了聰明決定的他 那麼在台大醫院 他也是百年來第一個35歲 就當上主治間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他人生非常順遂 到他自己都覺得好奇怪 很無趣 非常之迷惘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家庭 他也不曾經為他家人付出過 因為爸爸媽媽把他安排得好好好的 那麼現在住在這個 新一路 台北市新一路二段永康商圈 因為新一路線的捷運通車之後 他的房地產價格也是飆飆飆 所以請教這個林委員 這樣子的人生勝利組 他還要來質疑連戰家族 也要來說到連勝文 是個權貴世家 我們常說或許觀眾朋友以為 他是站在所謂素敏的那一邊 但其實他整個成長過程 並不是如此 我們就這個選舉 這個打來打去 目前為止還真是口水多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的背景都不重要 因為背景有時候不是你選擇的 我們這邊四個人 每個人生長的環境不一樣 這是我們自己可以選擇的 生下來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的環境 我認為其實你生長在富豪之家 或是生長在一般的家庭 你都有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市長 也有可能成為一個很糟的市長 我講剛才李總統 他家是非常有錢的 而且他爸爸賺錢不是很名譽的 他爸爸是搞失九的 所以跟斯加哥的黑道關係是非常深的 所以1960年那次民主黨的初選 在West Virginia是芝加哥的黑道 黑手黨的人 運著鈔票去買 連警察都買了 在西威吉尼亞 可是剛才李 而且他上來當總統 最先也沒有當好 他一上來1961年就碰到諸彎之役 所以他支持義勇軍去反攻古巴 不是被殺就被打 尬得一塌糊塗 可是他學得很快 到1961年古巴非常穩定 他就表現得非常出色 所以有時候也需要一些環境的折磨 而且最重要要看到自己的徽根 所以我覺得出身不重要 紐約市的市長剛下台市長 但每個人評鑑不太一樣 可是紐約市的確是因為富豪的市長 在任內的時候 把他的職長搞好的 而且把他的財政的狀況也搞好 一般的低收入人不見得很喜歡他 不過整體而言 紐約是被他整頓好的 所以有錢沒有錢 其實我認為不重要 所以他也不應該在那裡 focus在那個地方 我認為現在你去批評人家說 連勝文住地保住什麼 我認為不重要 除非你可以證明一件事 這個地保是連勝文買的 而這個錢是偷來了 或是貪來了 或是搶來了 那你就要去舉出這些例子 否則如果只是人家的父母去買 然後要找他進去住 當兒子沒有拒絕 你憑什麼去批評他 他說不公不義 那你要證明說 如何不公 如何不義 而且還要證明這個不公不義 是直接跟連勝文有關 那你我舉不出來 那就是口水之戰 我現在比較想看到 其實是兩位候選人 尤其柯文哲 你已經表達你要選金這麼久了 你是開第一槍的人 你可不可以端一些牛肉給我們看看 有啦 今天接觸我們的專訪不就講了嗎 他是當酷吏 他有法務政策 有啊 他有了 這樣的講法 那你去當司法部長嗎 對不對 你去當司法部長 他現在問題有點 柯文哲有點搞不清楚 他是要選市長還是要選什麼 選總統 譬如他講到還是要選總統 譬如他講到所謂的醫療的問題 所以病人都往台大醫院去 如何如何講一大堆 那我請問一下 柯文哲你如果當選台北市市長 你可以管台大醫院的事嗎 你沒有資格管 台大醫院不歸你台北市政府 當然 你再講到居住的問題 居住的問題是個全國性的問題 不是你一個地方性的問題 你台北市有這麼多的空地 你台北市有這麼多的地 讓你市長可以拿出來 蓋社會住宅嗎 這個都是升高到中央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很具體的講 你作為一個台北市市長 如果做 你應該做 而且是在你職責範圍可以做 而且做得成是到目前為止 我柯文哲比較像是個脫口秀的主持人 說了很多的話 讓那些人 尤其是不是很滿意現狀的人 覺得很爽 覺得很快樂 覺得很興奮 可是就要抽大麻 抽完了以後 然後我覺得還是很空虛 我到目前為止還是看不出 柯文哲未來他要當市長 他的具體的政見我看不出來 是 好 看不出來 那請教郭老師了 好 委員這邊說看不出來 刷嘴皮子 當脫口秀主持人 他恐怕是比較適合 像他1月13號說 連聖文當年那一槍能夠進到台大醫院 非常快速把命救回來 是因為他是權貴 你們接受他這樣的講法 他是不是嘴巴太快 還是說你們整個團隊認為說 他說那是實話 他只要強調說那個程序 一般人 他是講進入開刀 台大醫院有兩套程序 權貴組這個SOP 窮苦組那個SOP 急診當然是快 實際上是說進入開刀程序 那開刀程序他指的是說 那個時間非常多 那他也沒出來阻擋 不應該為權貴先救他 這也我同意 你可以這樣批評他 那他只是說 那個程序確實與眾不同 他在台大那麼多年沒改變 你說他是執行者 那我也同意 你就涉入了一個 你認為是權貴的程序 這我同意 所以我說 每個事情大家都會細看 不過裕方兄也不用太 他也太焦急了 因為 柯文哲好歹丟了幾個 帶骨牛肉 丟幾個帶骨牛肉出來 連勝文現在 連牛肉湯都還沒聞到 他還沒說他要選 連勝文還沒說他要選 這個都已經越來越明朗了 連四個護衛都出來了 他有講過任何台北市政的主張嗎 都還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沒有錯 台北市民是很聰明的 我們就一步一步來檢驗兩位 兩位民調會高都是有特別原因 因為選舉絕對不是說 你是市政專家當選的 不可能是這樣 比如說布倫伯為什麼來當紐約市長 人家相信他經營公司的能力 為什麼柯文哲跟連勝文民調會高 就是認為這個是大將綱嘛 台北市政府就是一個大將綱嘛 那大家都認為說這兩個人 有可能跟將綱有所不同 現在台北市民期待的是這個 所以你說市政要怎麼做 沒有錯大家都來檢驗嘛 那他們就要被迫 要開始組那個市政團隊 可是他們兩個當選不是因為 市政的主張是什麼 而是因為他們兩個比較有獨立性 有批判性 那就看誰能夠把這個將綱打破嘛 好 我們待會回來再來看